看看经济议题 在十一长假之后 中国大陆的首个交易日 果然一如玉起 A股三大指数通通暴涨 都超过10% 真的是吓死人 因为在休假之前 就已经涨幅非常的惊人 结果一开盘又涨了非常多 包括了户指高 甚至高开到了13个百分比 深层直接有12.67% 创业版指18.44% 超过千股都涨幅 超过16个百分比 真的很惊人 全民在封炒股 那A股开盘20分钟 就成交额破人民币兆元 那哪里有钱赚 到底往哪里去 所以这种开盘20分钟 就可以有互生两市成交额突破 一兆人民币台币 大概4.5兆的这样的画面 跟这个消息跟金额 真的已经创下了 历史的最快记录 那么高盛的分析师认为 目前以当前水平来看 总回报率大概有15 到18个百分比的上升空间 大家只要投入的话 看起来就是赚翻了 当然一开盘的时候 大家就要看官方态度是什么 大陆的这个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 引述专家分析 大陆以45兆的银弹 宣布的政策利多 当然就是为了刺激经济 也要帮A股来开门红 所以看到股市 所以大陆很多年轻人拼命在开户 连00后 80后 90后 00后都在开户 A股持续大涨 连复兴集团 这个是大陆的知名企业 董事长郭广昌都说 这一波股市上涨 让大家感觉兜里有钱 大家更愿意购物 也更愿意小喝两杯 因为以美股来讲 因为这个所谓的指数殖利率 重回了4个百分比 所以美股跌了400百分比 台股今天也是下跌的 但A股在中国大陆政策刺激下 现在的确是很夯 而联动带动的还有房地产 松绑限购奏效 深圳的新房 一个礼拜成交量 可以爆升10倍这么惊人 那这个是新政发布 一周之内本来打房 打到趴到谷底 反而是三年以来罕见 比去年同期的新房成交量 是多少 百分之979 好惊人 深圳房地产人员还说 半夜一点钟呼叫我们 要找我们签合同 从早上一直做到凌晨3点 房子卖不完 签单签成功 大概快要实单 也就是说股市带动的 也有房市 还有国内的经济景气 跟消费能力吗 美股的这个所谓的崩盘倒数 这个分析叫做巴菲特指标 近期攀升到的是 196.9% 在这分析数字里面 都是有一些经济指标数字 来分析的 比上一期194.9%还要高 因为担心过高的可能面临 崩盘的可能性 其中几个关键因素 除了刚刚国内讲的局势 跟相关数字以外 还有中东 刚刚前一段我们提到 中东这么的混乱 油价各方面可能的冲击 对经济议题运输都非常的强烈 所以美股风险指数很高 持续的震荡 尤其是油价 原本油价创下了 自2023年以来 最大的单州的涨幅 可是过去一年 反而是不是战争 大家习惯了 美股这些风险资产 反而持续上扬 是不是因为战争真的已经影响到了 尤其是美国自己页岩油的产量 可以让这个稳定的因素 稍微可以排除一些 不过美国现在的风险因素是选举 选举11月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但是美国东岸 还有墨西哥湾沿岸 港头工作人员 码头工人的大罢工 虽然现在暂停了 但是他要求什么 要求政府要把新合约里面列出来 禁止美国港口使用自动化设备 可以想象吗 自动化设备工人除了要调薪之外 要求不可以自动化 那当然是往这个科技的回头路去走 那相较于最新的排行榜 这个是根据华尔街的日报的分析 去年的货柜港口排名排行榜里头 中国阳山港排第一名 那表现最好的美国的港口 现在只排到53名 也就是说这个港付的交易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量差异有多大 那么对于抗中抗了半天 到底有没有让美国 从此可以阻止掉所谓的风险呢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被议员批评 跟中国野心勃勃的计划相比 美国在全球各地都处于落后 所有的抗中抗了半天 各种的围堵 那议员还是觉得不够 结果反而让美国落后了吗 新加坡知名学者马凯说 我就公开的分析 随着美中经济差距不断的缩小 那么美国应该开始 为变成世界第二做准备了吗 賴教授 怎么看最近A股夯到这个程度 真是吓死人了 我觉得还是小心谨慎 因为我觉得长期面 基本面是看好了 因为大陆的政府也在做多 你看今天发改委一连串的 五项重大的举措也都推出来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会在股市这么热的时候 又推出这些政策 其实代表 加码 要继续加码 因为是第一个先点火成功 那点火成功以后 现在开始往前推 它再加码再往上推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代表经济的情势 其实还是严峻的 你看看美国的股市 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 欧洲的情况更糟 中东地区这个战火又在蔓延 油价已经破80了 而且大家已经开始在上看100了 如果以色列听不清劝 然后打了这个伊朗 伊朗又反击 那战火又烧起来 油价破100 一定是跑不掉的 那这样的情形 物价整个又上来 经济又受到挫折 所以大陆很明确的 他知道海外的情况 对他来讲不利 因此他这一次的 一篮子的措施里面 比较多的还是在于 刺激内部的循环 也就是说尽量 让人民的储蓄这么高 把它拿出来投资 拿出来投资 当然投资股市 要不就是投资房市 不过房地产的嘴巴 房地产商的嘴 听听就好 因为不可能的是 从来没有过股票涨一个礼拜 然后房市就飙涨 成这个样子 不可能 房市是基本上来讲 是你必须 股市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大家荷包满满的时候 那才会推动房市 房子的价 每一栋房子的价格多少 容易买不容易卖 而且它的成本多少 你还有多少交易税 房屋税 企业税 这些成本是这么的高 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去看一下实价登陆 那也就是说 如果对于大陆房地产有兴趣的 我还是强烈建议 看一看实价登陆 再去追一追 你有所关注的那个小区 它的房子的成交量 那么过去有几套 现在还有几套 成交几套 然后成交金额多少 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比 因为大陆在这个部分是透明的 你完全可以查得到 这一点不要听 从业人员的那一张嘴 免得你被套牢 因为对他来讲 尽量把你套住最重要 我觉得房地产这个部分 小心谨慎 我觉得美国的问题是这样子 您刚刚提到了 它的有关于港口的自动化 这个是大事 可是因为先是西岸谈定了 西岸在2023年谈定 六年 只涨了百分之三十二 然后东岸开始 就在选举的时候发动罢工 为了避免影响民主党 所以资方很快的就妥协了 可妥协了以后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涨幅 可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于薪水的问题 而在于不能进步 抗拒自动化 抗拒自动化 而且连它的那个货柜车 都不能用自动化 必须用人来把货柜车开进去 没有 它本来因为现在的自动化 其实它是吊杆不能自动化 连承载的那个车 也不能自动化 现在的自动化 就是吊杆都自动化 然后推那个承载车也自动化 直接推到外面的时候 他们的司机是在 在外面 这样不是又安全又有效率吗 是 连这个都不行 所以美国的港口的竞争力 绝对会落后于 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 更重要是会落后于 秘鲁新的新的港口 因为秘鲁新的港口 是由钟远伦来去承建的 很快的 它就会成为 非常有竞争力的 一个新的港口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的大选倒数计时 当然他们国人最关心的 一定是经济话题 所以美国东岸这个大罢工 现在虽然暂停了 可是影响经济层面 真的非常大 对 Tiple 你有写过一本书 以前的美国中院的议长 所有政治都来自于基层 这些码头工人就基层了 但是他们不是个人单兵 他们是有工会 你看像这个罢工 从墨西哥湾 那一带的美国的港口 一直延伸到 整个美国东岸港口 这个加起来 这个力量有多少 这个参与在里头这些的 工人人数有多少 加上他们的家里人 在选举的时候 这对选票的影响会有多大 这个都是要去考虑 所以人家讲说 民主政治 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 只不过找不出 可以替代民主政治的 更好的制度 这个就是这样 民主政治最接受考验 最煎熬的时候 就在选举的时候 所有的缺点 这个时候都呈现出来 你民主党你要不要票 民主党很多的票 其实跟 民主党跟工会的关系是很深的 所以这次工人 愿意卖一个面子给拜登 也是因为多年来 民主党跟工会的关系还不错 才卖个面子给你 好 明年一月以后再来说 所以这个时候 工会提出来的要求 你这个要选举的政党 像拜登先任的总统 你再负责服选 Harris 这个贺锦丽 你敢说不吗 那至于说 他这个暂时让你渡过难关 到一月再来谈 这里面我可以告诉你 你到了一月 你一样要相当程度 满足他的条件 很简单一件事 什么东西最重要 就交通设施 交通设施里面什么最重要 就是港口 像港口只要一罢工 所有的船都不能卸货 那一天的损失 你知道要多少吗 所以我觉得 这些码头工人 可能所有的要求都不会通过 但是在这个自动化 会影响他们就业工作权 这方面 他们不会低头 他们绝对不会低头的 那问题是薪水 可以大幅的调了 但自动化不能够进展 不能够进步 这还得了 当然就未来的命运怎么样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中的贸易战 当然一波又一波 其中连美国的商业 贸易谈判代表 戴琪都被议员检讨了 难道他做的还不够多吗 对 因为议员的角度看了 可能跟一般美国的行政官员 还是不太一样 但戴琪任内已经四年了 他这次接受过一些 包括媒体跟一些议员的质询 他自认为大概做得不错 第一个戴琪的特点是 关税是美国政策上重要的手段 这一点在他上来之间 你够硬了吧 非常非常硬 真的 其他跟前任的赖海泽 没有重大差别 第二个是他非常关注 就是因为在川普任内谈了 所谓的美墨加贸易协定 取代北美资源贸易谈判协定 戴琪他特别讲到一点是说 签好这个合约之后 但执行是在班政政府任内 而且我们做得非常好 发动了二十几次的 法律的一些诉讼跟机制 让美墨加里面墨西哥的劳工 有更好的机会 而不被剥削 但这显然不是国会议员要听的 因为这是你的贸易伙伴的 工人的权益 这些国会议员要听的是 因为你的关税政策做得好 所以有办法让中国大陆低头 让美国在贸易上占有 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优势 但显然国会议员部分是不满帐 那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要注意到赖海泽 因为赖海泽是川普任内的 贸易谈判代表 假设川普真的要重回白宫宝座 他有可能再重回美国政府 也可能担任财长 因为媒体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分析 赖海泽的特色基本上 我觉得戴琪很多是传承的 第一个赖海泽是不相信自由贸易的 他相信是公平贸易 他甚至认为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在追求自由贸易协定 让美国的工人没工作 让他的工资降低 与此同时让中国大陆在 对美国的贸易会实施 占很大的便宜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 假设川普再重回白宫宝座 赖河泽重回美国政府的话 他一样是对中国大陆会采取 非常非常强硬 因为他们都是基本上信奉关税 非常重视美国的网易自治 但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地方就是说 现在美中的战略竞争里面 光靠关税手段 其实不可能取得优势 其实应该是组合权 对美国来说 对美国来说